如今古风古色很为人们所喜爱 唐诗颂词流传千年 依旧深受后世所喜爱 几千年前 诗词所塑造出来的意境 哪怕是用数倍的文字来描写 都不一定能将其彻底地展现出来 比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时常听到有人说 天涯何处无芳草 意味无穷 让口语充满了文采 如今讲这两句话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指大千世界机会很多 不要过分注重于某一件事而不知变通 另外就是指男女之间没有必要死守一方 可以爱的人或值得爱的人很多 平时使用常指第二种 这句话其实是出自 北宋大文豪苏氏的词 蝶恋花春景中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词 蝶恋花春景 宋苏氏 花蜿蜂蜂蜓 苏氏是大家所熟知的豪放派词人代表 但是这首词的的确确是一首婉约之作 其唯美程度不属于李清兆的义安提 一首唯美的蝶恋花 一首唯美的蝶恋花竟然出现了两个网红词句 一句是天涯何处无芳草 另一句是多情却被无情老 可见苏氏也是走在潮流前线的伟大词人 细读这首词 他以描写春景为主 表达的却是青春意识 多情总被无情商的感叹 苏氏写这首词的时间历史上有几种说法 有说座于密州的 有说座于黄州的 有说座于定州的 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 是座于苏氏贬折惠州期间 理由是根据宋代笔记 《冷摘夜画》与《临下词坛》中的记载 提到苏氏贬居惠州时 在秋天要朝云吟唱这首词 所以蝶恋花春景 必定写于此前的春天 极有可能是宋哲宗少盛二年 也就是公元1095年的春天写的 全词开篇便描绘了一幅春景 但好像是晚春的景象 杏树的花已经开拜了 小小的青杏长了出来 燕子飞绕临水的人家 庭院外的小河 也由于映衬着岸上的杨柳 河面呈现出一片碧绿色 岸上杨柳的柳絮 也已经被春风吹落了 从而感叹生机勃勃的春天 正悄然消逝 但请你不要担心 天涯尽头到处还滋长着芳草呢 词的上却感叹春天逝去 芳飞散尽 已是初夏的风景 夏却表露了遭受隔绝的心理状态 好像情感受到挫折 有一堵墙隔开了荡鞦韆的家人 与墙外的行人 墙内家人的欢声笑语 渐行渐远 似乎进入了深规 而诗人站在墙外 觉得自作多情 被无情的笑语 惹出一身烦恼 其实苏氏创作这首词 有其特定的动机 应该是借香草美人的 抒情诗歌传统 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慨 苏氏的研究者一般认为 这并非一首描述男女痴情的爱情诗 不是失恋者在那里喃喃自语 感叹既然恋情失败 不如另寻一段新的爱情 苏氏要说的是他尽忠报国的痴心 总是遭受排挤 甚至还被贬折到远离朝廷的他乡 然而优秀的文学作品 有其超越特定历史环境的特性 经常会跳出作者的创作动机 容纳多元的人生体悟 现在的人们已不熟悉宋代的官场斗争 也不太清楚苏氏遭诬陷与排挤的实况 读这首词时也就很难联系到香草美人背后的隐喻 尤其是年轻人 总聚焦于天涯何处无芳草 和多情却被无情脑的情感纠纷之中 我们不妨这样想 春天将要过去 但不要悲伤 天下这么大 哪里都会有宜人的风景 何必拘泥于眼前的这一点绿呢 人生不也是如此吗 时间精力金钱 亦或是美好的时光终将过去 所以当美好的事物离我们远去的时候 我们不要为此而感伤 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 感谢点赞关注风雅吉 我是时代 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说说您喜欢的诗词 再会 请不吝点赞关注